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各位來賓,大家好 很開心今天可以來到這裡 跟大家分享的時間 也感謝詩儀的介紹 我是尤欣妮 中學老師 以及兼任學校圖書館的工作 但我今天更開心的是 可以請到兩位同學 跟我一起分享 看到大家來到這裡 聽我們分享也是很好的支持和鼓勵 謝謝大家 我先請同學介紹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來自宣導會 陳豬素華紀念中學的學生 我叫謝亞青,我讀中五 大家好,我是丁朗彤 今年讀中三 也是來自宣導會 陳豬素華紀念中學 為什麼我會有想和同學一起分享的想法呢? 其實我自己也很喜歡看書 推廣閱讀也是我的工作 我也喜歡寫作 但我便想 我自己喜歡看書 這是我的興趣 我當然覺得他很好 但同學的想法又會是怎樣的呢? 會不會跟我有些相似 或者又有些什麼不一樣呢? 因為我覺得要知道他們更多 我相信閱讀可以是一個集體的活動 同時也可以是個人的活動 就像現在在學校一樣 我們可以一起看書 一起有閱讀活動 但你總有一天是自己一個人的 那你自己一個人的時候 會不會可以去享受閱讀這件事呢? 那這個呢 我很希望可以做得到 陪著你一起讀書 但將來你自己也會去享受閱讀這個習慣的 所以今天就希望可以邀請到同學 一起來圍繞著閱讀這個主題 和大家有些分享 那不如我先問同學 第一個問題 因為我都很基本的問題 就是 對你來說 閱讀是什麼呢? 對我來說 閱讀就是消遣 因為特別閱讀 不單止可以消閒 亦都可以認識更多意外的知識 例如看攀任的書籍 就可以認識不同地方的菜牙 看歷史故事 就是可以聽未曾聽過的歷史 而我就覺得 經常聽別人說 書中只有黃金屋 書本除了可以讓我們吸收到不同的知識之外 更重要是讓我們領悟到很多人生的道理 甚至可以幫我們解決心裡的迷思 閱讀其實是可以幫助我們成長的途徑 因為每一本書都有它獨有的主題 其中不同的人和事 都可以讓我們有一個深刻的體會 甚至改變我們的價值觀 改變我們固有的想法 就像一個老師一樣 同時 閱讀也可以讓我們擴闊自己的視野和眼界 很多時候 老師都會跟我們說 如果你想自己的中文成績有所進步 就應該多看一些書 因為在書中 不單止可以學到很多不同的寫作手法 不單止可以提升我們的閱讀能力 更可以提升我們的寫作能力 加上每本書都有它獨特的趣味性和知識 可以讓我們更享受閱讀從中的樂趣 閱讀對我來說 其實也挺多功能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正如同學阿丁丁所說 我們要消閒的時候也會看書 好像阿青這樣說 我們學習的時候也會看書 其實閱讀對我來說 我自己有寫作的習慣 閱讀和寫作的扣連 我覺得也挺緊密的 為什麼呢? 就是大家看到一些生活觀察上面 譬如我自己的經歷 又或者是我去了最多的地方 就是學校 然後就是我的家 又或者是在街道上面的觀察 這些都是可以在閱讀上去看得到的 但是看這些來做什麼呢? 譬如平時要消閒的時候 大家一定覺得 中文老師一定會看很厚的書 很多字的書 其實也不是的 有時候我想輕鬆一下的時候 我又會看一些 可能是繪本 又或者是漫畫 我都會看 那麼小說 散文紳思 這些是我喜歡的文學類型 我又會看 那麼消閒娛樂 我就會看這些東西了 但是為什麼說 其實也有很多功能呢? 就是 例如在我的工作上面 譬如我要去找一些資料 又或者是 找一些適合我工作需要用的文本 讀書會適合和同學看的作品 我又會去看書 所以也覺得 其實閱讀對我來說 也有很多不同的功能 甚至是作用 還有三年前 接掌了圖書館這個崗位之後 我就更加多時間 需要轉入一些書裡面了 因為我們會有不同的閱讀主題 那我就會在 要設計這些活動的時候 就在指定的範圍裡面 去選書 所以也發現 其實這個工作 也擴展了我的閱讀範圍 擴大了我的閱讀範圍 以及開了我的眼界 所以想真點的時候 其實閱讀 有時候也不只是單一的功能 甚至也不可以說是功能 是我們的習慣和需要 不知道大家喜歡在什麼時候看書的呢? 我自己沒有一個特定喜歡看書的時間 又或者是特別喜歡在這個時候 我就喜歡拿一本書出來看的 那我沒有的 因為通常我只要有一點時間 可以給我看書 我有一些精神的話 那我也會看的 看起來好像是碎片式閱讀 就是你很快看完又會停 但是我又挺享受這種彈性的閱讀時間 因為整天都好像時間不夠用的時候 在這個困惑裡面 有一點自由時間 都是我挺享受的東西 那不知道你們又喜歡什麼時候看書的呢? 那我就喜歡可能在睡覺前 或者在無聊的時候看 因為這些時候 多數都是我最安靜的時候 那我就可以專心地去享受閱讀 而我呢 通常就喜歡在一些空語的時間 就會選擇看書 就例如我很喜歡在班務時間去看書 因為一般收完功課之後 又有些時間靜下來 那我就會把握那段時間的閱讀 加上在班務時間看書 我又可以馬上把我最深刻的畫面 或者我最喜歡的部分 跟我的好朋友分享 給他們同時可以享受到我閱讀的樂趣 又可以吸引他們看多些書 原來大家都很喜歡在時間的空曲裡爭取閱讀的空間 不知道在座的各位又是不是 那你們又喜歡在哪裡看書呢? 那我就喜歡在一些安靜的地方看書 例如圖書館那樣 因為一個舒適而又安靜的環境 會令人感到特別的心曠盛熱 更容易投入書裡面的世界 我也是一樣 我也很喜歡在圖書館裡面看書 因為寧靜的環境 才可以讓我體會到書中的意境 享受書裡面的趣味 加上圖書館的環境 不單止寧靜 還有一個很舒適的地方 是可以讓我享受地去閱讀 跟你們有點不一樣 雖然我都經常在圖書館 但是我又不是特別喜歡在圖書館裡面看書 可能因為每次去到不同的圖書館的時候 我很自然就連結起我的工作 就會想想 在圖書館裡面我可以做些什麼呢? 那我又不要想 因為我不喜歡我的工作 所以就不喜歡在圖書館看書 其實反而我也挺享受這個工作 雖然剛剛要接任這個工作的時候 都覺得很緊張很擔心 糟糕了,我搞不定了,怎麼辦呢? 但發現做起來 原來我也挺喜歡這個工作 所以我去到公共圖書館 或者別人學校的圖書館的時候 我又會看看 在我們學校可不可以做到這件事呢? 譬如別人家的家師的陳設 又或者是搞的閱讀活動 一些推介圖書等等 我每天都會想 回到我們學校可不可以這樣做呢? 有沒有足夠的資源和空間呢? 又或者有沒有一些可以變化呢? 看到別人玩的東西 又會想 回到我們學校可不可以跟同學一起玩呢? 所以去到圖書館 很多時候我都會想起自己的工作多些 而不是靜靜地拿書下來看 但是呢 我反而是什麼時候會喜歡看書呢? 可能是 喜歡在哪裡看書呢? 其實我也挺喜歡在乘車的時候看書 因為上班、下班、進修 路途其實也挺遙遠的 有時候你要等車、搭車 什麼都不做 又覺得好像浪費了一些時間 在這些時間上 如果有看書的話 我就覺得好像賺了一些時間 心情也特別暢快 如果你過一程車 不要採用到很吵的人的話 我又可以一路聽歌一路去看書 要去平靜自己的心情 讓自己不要全程車都那麼激氣 但是呢 有時候都未必手邊會有書 那我通常就會 什麼時候我不帶書呢? 就是我知道那天有東西要改 那我呢 都是跟我寫作有關 批改學生的習作 又或者一些我自己的寫作 例如在電話裡面的記事簿 寫一些散文或者小說 為我的稿件做儲備 所以我就會覺得 其實閱讀和我的寫作 扣連都是很緊密的 那我想聽完大家的分享 我也知道 其實要找一個自己喜歡的閱讀空間 其實都挺重要的 那我又想知道一下 不知道你們有喜歡看什麼類型的作品呢? 而我比較喜歡看一些散文類的圖書 因為散文是獨立成篇的 所以篇幅不會太長 而且都很容易去看 又不會有一種很沉悶的感覺 加上散文裡面的小故事 他們都有既定的主題 可以讓讀者對自己的生活有所反思 所以我很喜歡看散文類的圖書 我都比較喜歡散文 而且我都會喜歡一些可能手工類型的書 因為我很喜歡嘗試去做不同類型的手工 而且我比較好動 很難靜下來長時間看小說 然後散文的篇幅就比較短 而且一本書裡面可以有多篇散文 所以我比較喜歡看散文 不過我發現最近都很喜歡迷上了一些猜謎類型的書 因為當我想不通謎題的時候 知道謎題的答案 我都會產生一種興奮的感覺 令我很想追看下去 嗯 我也喜歡看語文類的書 因為我本身自己都很喜歡中文 所以散文、紳士、小說等等都是我喜歡的書 也都很享受那種可以投入閱讀的想像世界 或者是去留意一下其他人留意到些什麼呢 他觀察一些人情密事的時候 他是會怎樣寫的呢 也都希望在這些閱讀的時候 會不會找到一些共鳴 或者是一些我未想過的 未嘗試過這方面思考的想法 也都很期待那種被文字觸動的感覺 有時候看到別人的書寫 覺得寫得這麼好 明明是在看字的 但好像看到整個畫面都在你眼前 覺得別人寫得很厲害 我很佩服他之餘 也都覺得是我很好的學習對象 而且我也喜歡看手工書 因為我也喜歡做手工 有時候在書上看到一些 覺得這些手工很有趣 我又可以自己試試做 做完成功的話 又可以跟想學的老師 或者是同學 或者是朋友一起去做 例如你看到PowerPoint裡面的 我們做橡皮圖章 或者是之前做過一些紙膠帶手工 其實都是在看書那裡學回來 學了之後 又跟同學一起做 大家一邊聊天 一邊去做手工 都很寫意的 所以我也很認同丁丁所說 其實看手工書的時候 都很開心的 除了這兩類的書之外 我剛才也提過 會看一些繪本 或者漫畫 可能很多時候 我們反應就會想 看這些書好像沒有什麼學到 但其實也不是的 例如看幾米的繪本 我們看到一些圖畫很漂亮 那些文字 也會令人有很深刻的思考 就算可能一些 例如我們的初中同學 我也會跟他們一起看的 就是高木直子的作品 甚至是小丸子 麥兜那些的漫畫 其實那些題材 都充滿生活感 都是一些很生活化的題材 大家看的時候 也會很有共鳴 你又可以聯想一下 你會否將它變成文字呢 你將它寫成故事的話 又可以嗎 就算是看叮噹 你有很多新奇的法寶 我們同學都會試一下 其實這些都可以啟發到大家的思維 或者是一些創意的思考 所以有時候我又會想 我們又不用介意看看 到底是看多字的書 還是小字的書 每樣都會喜歡看的 不過聽同學的分享之後 其實我一直都以為 如果要選一些多字書來看的時候 同學會喜歡看小說的 因為有很吸引的情節 可以令大家追看 我沒想到原來大家是喜歡看散文的 我又去想 其實如果大家每天都可以看一篇 一個月你就看了三十篇 每次看的時候 你又帶著一些問題 去閱讀和思考 你累積下來 看又看多了 想又想多了 其實鍛鍊了你的閱讀力之餘 也是鍛鍊了這個思維 其實都挺好的 我們說自己這麼喜歡看書 如果遇到好看的書的時候 你第一時間會介紹給誰呢 為什麼呢 我就會想介紹給我的朋友 因為閱讀能夠認識 更多書本意外的知識之餘 而且身為圖書館的一員 我也很希望有更多同學 可以感受到閱讀的吸引力 嘗試去閱讀 而我也會選擇介紹給我的朋友 因為我每次看完一本書 我都很喜歡跟我的好朋友交流分享 因為他們很多人都很喜歡看書 所以能夠與我自己 自趣相投的朋友分享 我在書中的所見所聞 都特別令我感到開心 我看到好書的時候 我都會想介紹給我的朋友 不過除了介紹給我的朋友 更加首要的對象就是我的學生 然後就是我的家人 有時我還會看到一些書的時候 覺得這本書我一定要介紹給誰看 很可能就是因為看書中的某些部分 或者某些情節 令我想起那個人 我就會想推介給他看 可能大家 尤其是同學 我們很多時候要做閱讀報告 閱讀分享 要將一些書推介給別人看 我們都會想 我推介他看 他會不會真的看 他可能不看 是的 我也不能保證 我推介完他之後 他一定會看 但其實就算他不看也好 我也沒有損失 如果他看的話 大家都有得著 何樂而不為呢 而且跟同學相處多了之後 我又會發現 其實有時 同學少去看書 或者不知道看什麼書 其實是因為 看到這麼多書 到底哪本適合我呢 或者哪本有趣呢 這個反而是他們選書會面對的難題 所以有時我們去推介同學去看書 都會有一些驚喜的收穫 因為你不知道什麼時候 掌握了他的興趣 或者你不知道什麼時候 介紹了那本書 是覺得 原來他是很喜歡看的 所以 互相去推介一些好看的書 其實也是一個挺好的交流 我也會跟我的朋友 來互相分享一些好看的書 譬如這個 大家在PowerPoint裡面看到的 是其中一次 是我們閱讀的活動 主題叫做 借一雙眼睛 這一次看的作品 是跟視像人士 和盜盲犬有關的 我們通常都有些配套的活動 這次配套的活動 是要整齒感書籤的 我就立刻想起 我有一個朋友 在這方面 是很有研究的 我可以請教他 他很好 他給了我很多建議 還有借了點字書給我看 我可以看看 真正的點字書是怎樣的 還有 學了26個英文字母的點字 到底是怎樣寫的 我就可以做些工具出來 跟同學一起去做這個觸感書籤 所以 在畫面裡面看到 其實我們沒有什麼專業的工具 很多都是土炮工具 連那張點字那張格仔紙 都是問數學老師借的 因為那個架構物 去哪裡找的那些紙 一定是問數學老師 要做點字 我們沒有點字的筆 壓凸筆去哪裡借呢 去找視偽老師借 但其實大家都一樣玩得很開心 我又可以跟我的朋友 分享我們做的時候 出現了什麼難題 又或者有什麼搞笑的事情 都是一個很好的交流 以及很好的學習經驗 同時也是一些很好的聊天的話題 所以 其實我們選擇跟朋友來分享圖書 都是一個很明智的決定 我們說了這麼多 怎樣選書 喜歡看什麼書 在哪裡看書 剛才也說到 丁丁提到一句 身為圖書館的一員 我們也很想同學可以多看一些書 不知道大家又會覺得 一個可以吸引同學參加的閱讀活動 應該包括什麼元素呢 我又想聽聽你們的分享 我覺得要有明確的主題 豐富的內容 和少量的獎品 因為主題就是 令同學留下對活動的第一印象 內容就是活動的核心 可以打破同學 覺得閱讀就是沉患的固有印象 獎品就是吸引 和鼓勵同學繼續參加日後的閱讀活動 而我認為一個吸引同學參與的閱讀活動 就必須具備趣味性和具意義 首先在趣味性方面 其實由於現在喜歡閱讀的同學 其實都不多 所以要吸引他們要閱讀 都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所以要令到他們喜歡閱讀 首先就要讓他們對於閱讀感感興趣 但偏偏閱讀這兩個字 很多時候都會給他們一個很沉悶的感覺 令到他們不願意接觸 所以要舉辦一個閱讀活動 就要加入更多的取緯性 讓閱讀融入在活動中 讓同學可以一邊閱讀 另一邊吸收知識 同時又不失趣味 這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其實另外意義也很重要 一個吸引同學參與的閱讀活動 必須有一個很清晰的主題 同時很多同學都不知道 究竟什麼才是閱讀呢 究竟閱讀的真態又是什麼呢 如果這些閱讀活動 讓他們從中可以有所學習 有所令悟 引返他們的好奇心 他們就可以對於閱讀 加上更多的興趣 讓他們更積極地參與這些閱讀活動 嗯 講到這裡 其實我也要很感謝同學 為什麼呢 就是初初我要去 搞一些閱讀活動出來的時候 其實我也很傷腦筋 我一直在想 我以前自己喜歡看書的時候 我是參加過什麼活動 所以令到我喜歡看書 我想來想去 我都不知道 到底是什麼活動 沒有什麼想法 幸好跟同學分享之後 我知道 原來大家有覺得 比如剛才說的 要有趣 要有意義 要引發到大家的好奇心 原來這些事情是很重要的 我就可以知道 從什麼方向來設計閱讀活動 還有一直到這幾年的嘗試裡面 都令我發現 原來你的活動夠不夠新鮮 玩的東西是否創新 還有 跟不跟得上潮流呢 都挺重要的 譬如我比較落後 有時候 死火了 原來潮流是流行這些事情 我也不知道 很多時候 都是從同學的分享裡面 可以知道 看看如何融入我們的閱讀活動 稍後我也可以分享一些我們的閱讀活動 可能也可以跟大家說一下 為什麼我們會說 原來潮流也有很深的影響力 還有 同學的興趣很廣泛 這件事也間接改變了我的閱讀編織 其實以前我看書 真的只是看御文類的書 又或者不知選擇什麼書好的時候 我就去到圖書館的書車那裡 看看別人放下了什麼書 有人選擇過應該也好看 就在書車那裡選擇一些書來看 但是現在要做這個工作之後 又發現 咦? 我以前一些小看的書 例如昆蟲、植物類的書 或者是科學發明那些 原來同學是很有興趣的 我因為要投其所好 所以都開了眼界 令我接觸多了這些範疇的書 還有聽完同學的 有時候和同學的分享交流之後 也會刺激我想多些 有不同的閱讀活動的意念 可以玩多些新的東西 那麼 我們學校搞過的閱讀活動裡面 不知道你們最深刻的是什麼活動呢? 可不可以和我們分享一下呢? 我們學校其實會定期舉辦 不同各類型的閱讀活動 而我們就會去到鄰近的小學分享圖書 而最令我深刻的是 曾經的我就是坐在小學圖書館裡面 聽哥哥姐姐為我們分享閱讀 但沒想過這麼多年之後的我 都可以變成他們的角色 成為一名跨校閱讀大使 和一班組員合作去構思精彩的閱讀分享 去和我的師弟、師妹們分享 這個都是我沒想過的 另外最令我深刻的是 其實要構思一次精彩的閱讀活動 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要靠這麼多個組員的分工合作 和老師的帶領之下才可以成功 所以當中我也學習了 和成長了很多 我也很感謝老師 可以給我一個成為 跨校閱讀大使的機會 可以讓我將閱讀這份樂趣傳出去 可以令更多的人喜歡上閱讀 學校閱讀其實都令我很深刻 正如亞青所說 這個活動不單止在自己學校閱讀 而是要將閱讀分享出去 到其他學校推廣閱讀 活動之前 我們需要去定立主題 準備閱讀材料和活動 這一年是我第三年去其他學校分享 記得我第一次去的時候 我需要大組 那邊的同學都非常活活 亦都很踴躍地參加活動 令我印象很深刻 還有《月月玩遊戲》 也是吸引我的活動之一 《月月玩遊戲》是一塊迫步版 每一至兩個月就會轉一次的主題 我們會選取跟主題相關的書籍 從書籍內的內容設計題目和答案 將題目登上標報版 讓同學主動去尋找書裡的答案 了解故事 嘗試去閱讀 這一年是我第一次引導同學一起去製作 過程之中都有少少困難 令我明白到每一件事裡都有付出 過程都不一定事事順利 暴露暢通 而且原來製作一塊迫步版 不是想像之中那麼容易 所以也是另外最深刻的 大家看到的這個迫步版 就是丁丁負責帶同學一起去製作 他也是按照自己的興趣 手工來設計這個迫步版 我們也是展示出來 讓同學自由參加 他們可以自己拿紙紙 然後去找回我們推介的圖書裡 找一些答案出來 每個月都會定期有某一些日子 開估的答案 參加了的同學就可以有禮物 原來也挺受歡迎的 也有不少同學會去玩這個活動 而且因為是同學來設計 例如我們試過有旅遊或者飲食等等 這些主題都是同學自己去選擇 那就更加容易吸引同學來參與 除了這些之外 剛才我也有說到 我們要跟上潮流的時候 就可以玩什麼活動 我第一次玩物室在哪裡呢? 就是我們學校裡面 很好 學校做了一個短期的密室 讓同學可以組隊去玩 我們圖書館領袖生 也有分了幾隊人一起去玩 我看到同學玩的時候 很有興趣 他們又很開心 我就想 是時候我推介一些適合他們看的書 不過就撞了板 為什麼呢? 因為我立刻推介他們看這個書 當然是看《重本清章》 《點雨線》 和《東野歸吾的嫌疑犯》 因為這些要思考的 好像我們去玩物室的時候 也有很多要解謎 要拆謎題的時候 看這些書就對了 誰知道 為什麼會說撞板 同學會看到 這麼深 我不行的 怎麼看呢? 閉加火了 我就將自己喜歡的東西 推介他們看 那唯有怎麼辦呢? 是不是放棄了這個機會呢? 當然不行了 於是我就推介了他們看這些書 原來這些書是很受歡迎的 看到同學愛不釋手 玩完物室之後 既然你這麼喜歡解謎 你看這類型的書 真的經常看到有同學來看 還有 也選了這些書來做早讀書 同學他們就可以在課室 或者在圖書館 都很輕易接觸到這些書 趁著學校那一陣子多人玩些什麼呢? 我就推介那一類東西的同書 或者是 譬如 發現 咦? 學校有兩棵鳳凰木開得很漂亮 那又可不可以試一下推介圖書 除了一些文字豐富一點的書之外 有些同學原來很喜歡種植物 又或者是 這些盆栽 我們放在圖書館那裡 很喜歡種植物 我們可不可以看看這類型的圖書 跟他們看了一些什麼呢? 看了一些植物的圖鑑 原來同學也覺得挺有趣味的 也挺有興趣的 這就是我們怎樣按著 因時制宜 按著平時有什麼學校 裡面發現到什麼有趣的東西 又或者是 同學會有興趣的東西 就跟他們去看書了 另外一個活動 更受歡迎的 就是 不過這個活動也挺辛苦的 我們去做這個活動的時候 我一直做的時候 做到某一個階段 我都想 糟了 下次真的不要再做了 下年再做了 我真的沒有命了 為什麼呢? 解休雜課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看過 甚至有看過電影 我們學校有跟同學一起看這本書 除了閱讀課之外 平時也有跟同學一起看 你看到 我們有些配套活動是什麼呢? 會有同學一起做手工 做了一些打氣卡 一些書籤 是用紙膠帶來做的 其實都是圍繞著那本書的內容 講到一些憂慮 但是更加厲害的活動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在其中一個活動 你看到角落頭那裡有很多信 這些信是做什麼呢? 就是回信給同學了 我們會請同學去匿名寫信 寫下自己的憂慮 亦是匿名有人匿名寫信給你的 我怎麼知道那些同學是誰呢? 其實我在信紙上 已經寫下一些編號了 一來方便用來點算一下 是誰交之餘 二來方便給同學一封信 我發現其實這個活動挺好的 譬如我是老師 跟同學幾熟也好 有時候你跟他分享 或者說一些 你嘗試幫他解難解憂的時候 他都覺得你未必完全明白他 但原來 跟他們同年紀的人 他可能會覺得 他好像真的明白我 譬如好像這一次的活動裡面 有個同學 他就在信上寫了 他覺得在家裡很不開心 在家裡 因為每個人都疼愛弟弟 每個人都偏心弟弟 他很不開心 那是一封匿名信 因為要匿名說自己的難題 不想讓人知道自己有什麼不開心 匿名就最好了 匿名回信 剛巧抽中回信的那個人 他寫了什麼呢? 他就說 我告訴你 我在家裡 我就是弟弟 其實弟弟也不是每個人都好 大家都覺得偏心弟弟 其實大家都會用來比較 每個人都說弟弟比人 又說弟弟沒那麼厲害 又說弟弟很頑皮 那回信 我又看 又會這麼巧 可以有這個搭配 老師跟他們說 他又未必會覺得 老師真的很明白他 但原來跟他同年紀 或者身份相似的人 他又覺得 又真的有些道理 又真的能幫到他 原來他們也挺期待 這個收信 為什麼呢? 因為除了同學會匿名回信 我也會匿名回信 就是這個時候 我發現 下年真的要審慎想想 還要不要玩這個活動 因為幾十封信 你回到三更半夜都還未完成 你回得太短的時候 他收到封信的時候 又會覺得很失望 為什麼我的封信這麼短 還有呢 我亦都會趁著這個機會 可以否推介圖書 例如看到他那封信 說覺得學習很煩惱 不知道有什麼學習方法 我會看看 有沒有一些適合這個學習的 有看到學習方法的書 可以推介給他 就找了那本書的書封面 和那本書的資料 印成一張小紙 放在信裡 有些說 跟爸爸媽媽的相處 不開心 又可以找到這類型的書 甚至有些同學會寫 我最大的憂慮 就是我的人生是沒有憂慮的 你會想想 如何回覆他 你應該好好享受 珍惜你沒有憂慮的時間 所以 除了回應他之外 也會想像是 量身訂造 找一些適合他看的書 他收到的時候 原來是很驚喜的 我發現他們這麼開心的時候 我就想 還做不做好呢? 又好像真的挺有效用 這個活動 又是其中一些 我們會在學校裡 嘗試跟同學一起進行的 閱讀活動 剛才阿青有提到 我們有閱讀視像組會 閱讀視像組會 我們也是分主題 去介紹不同的書 其實這次 你看到《拼貼奇怪師》 這個活動 也是一個令我們很緊張 或者是 要做這個活動之前 也挺擔心的 為什麼呢? 因為一來 同學去看《紳思》 去接觸《紳思》的機會 其實不算很多 平時自己去拿《紳思》來看 更加少 要在組會的時候 跟他們推介《紳思》 或者是辛波斯卡 是一個波蘭女詩人 拿過《諾貝爾文學獎》 我自己也很喜歡他 要跟他們推介這些作品的時候 會不會很困難呢? 同學會不會覺得 我真的完全看不明白 好像浪費了一次 組會去推介圖書的機會 但是很驚喜的是 這次我們通常 閱讀《視像》 組會時間只有18分鐘左右 在有限的時間裡面 如何介紹這麼多的作品呢? 我們就選了三首詩 印了《跟點名簿》 給他們貼在課室 但在組會裡面 我們就是聽歌 以及選了兩首詩來看 其中一首詩是比較短的 他們還可以一起去玩 選擇了那首就是 三個最奇怪的詞 其實整首詩只有三節 加起來只有六項 跟同學解完之後 還可以跟他們玩 就是讓他們試試寫詩 一人寫兩項 我還記得 最初我們都擔心沒有人會來參加 所以做了那些給他們寫詩的卡 其實是印了二十張 誰知道 第一個小式 竟然有二十五個同學來參加 非常驚喜 快點加班 印刷出來 原來同學也很有興趣 我的目的就是 你至少人生裡面 最少也嘗試寫兩句詩 寫了之後 我們有沒有說寫得好還是不好 你最少試過 發現自己有沒有興趣 有時都看到同學寫的東西 挺有趣的 而且我也可以在他們寫的東西 留意到他們 對什麼有興趣 例如 原來也有不少同學會寫 當我寫死亡者的詞 他們怎麼去思考這件事 有什麼看法呢 我在第二句那裡 就可以尋找一些線索 又會有些同學寫 當我說減肥這個詞 減肥這件事 他們又會想到什麼呢 在這個活動裡面 都看到一些同學的興趣 又或者是他們特別關注 或者是他們喜歡什麼 很開心 你看到照片裡面 都有很多同學寫 其實這一天 我們就是小式 五線 和放學的時候 可以讓他們來參加這個活動 還有 推介他們看一些和新詞有關的書 那天我們也收到一百七十幾個作品 可以集成一首很長的詞 我都很驚喜 原來也有這麼多同學 會覺得有興趣 試試能否從淺入深 來介紹他們看一些 比較難一點的文學作品 還有 因為我們很好 有圖書館的空間 就掌握這個地方 去哪裡玩好呢 當然是來自己的地方玩最好 你又不用擔心沒有地方 所以我們經常都會 跟同學來到圖書館那裡玩 有些書都跟圖書館有關 譬如這兩本書都是很漂亮的 同學可以看到世界各地不同的圖書館 看見別人的圖書館這麼漂亮 我沒有機會去 我只是看看也好 還有我們來到圖書館 又會玩些什麼呢 有時就是按著時節 你見到旁邊的同學 是一些我們開大食會的時候 很好 他們玩完之後就會洗碗 還有我們有時去玩這些活動的時候 都不是純粹來喝喝吃吃的 怎樣可以跟閱讀有些扣連呢 例如你要做東西吃的話 你做的這些食品 可不可以在圖書館裡面的食肚裡找得到呢 多多少少都可以串連 還有譬如中秋節的時候 我們有試過跟同學一起去看書 就可以換個月餅券 就可以吃到我們做的水晶月餅 新年的時候 又會跟他們做一些賀年卡 其實都很開心的 可以想到一些 跟閱讀和他們平日常生活有扣連的東西 原來同學是挺享受的 還有我們也有說到 就是 閱讀可以是一班人一起的活動 所以都會經常叫同學 你帶同朋友一起來 和朋友一起來玩 一起來喝喝吃吃 一起去看書 其實是最開心的了 所以我們在圖書館裡面 就會玩這些東西 尤其是一些大班人一起的活動 看看可不可以在裡面 滲透到一些閱讀的元素 這些就是我們平日在圖書館一起玩的 一些開心的片段 一些相片 說了那麼久 這些閱讀活動 好像只是說一些開心的東西 我們看書是否真的只有開心的時間 又或者是否每樣都是這麼順利 其實有時候也不是的 如果我看書的時候 看到一些不明白 或者覺得很難的地方 那可以怎樣做呢? 我們怎樣算好呢? 當然就是請教我們的遊老師 因為他們會很細心地跟我們去解說 如果遇到不明白的書 我就會請教我的朋友 跟他們去討論 因為他們很多都很喜歡看書 所以在我們討論的過程中 都可以解答我對書裡面的疑難 年輕的時候 我會比較固執 比現在更固執 如果看書 遇到不明白的地方 或者看了一半 覺得不太好看的時候 我都會硬硬一定要看完 不想半途而廢 那時候又沒有阿丁丁和阿青那麼聰明 知道我不懂得去問問別人 只是自己在看 看完也不明白 反而令自己有時候 都不是非常享受閱讀的時間 但現在整天都覺得 時間好像不夠用的話 我就沒有在以前那麼固執了 如果遇到不明白的地方 我會想想 一會兒都覺得想不通的話 我看看找找資料 會不會解答到我的問題 解答不到的話 我暫時放下 等精神一點之後才再看 又或者 好像你們這樣 聰明了 懂得去找找機會 會不會有得跟別人討論一下 請教一下別人 有時候發現 可能在這些事情的談談 討論之間 就會 理解多了 你不明白的事情 也會解通了 有一種豁然開朗的感覺 所以 例如阿丁丁問我 其實 也不是真的只是我解答的 因為有時候有些事情 我也是不懂 反而就是我們這些交流 聊天的時間 是多了很多我們延伸思考的機會 所以 也不僅是我教他們 我在裡面 學到的東西 反而更加多 我問一條更深一點的問題 就是 我們經常都聽到 閱讀和生活是很貼近的 我自己覺得是 但我不知道同學 又是否有這樣的想法 為什麼我會覺得 閱讀和生活是很貼近呢 可以 想想一件事 其實我也理解 大家會覺得這件事是抽象的 為什麼呢 你在日常生活裡面 你什麼時候見過 凌波微步和航龍十八獎呢 我們不會看到這些情節 就算你在電視裡面 看到 在播放《衛斯里》 在現實生活裡面 會不會有 這些幻想世界 我們好像也看不到 有很多這些例子 所以我們覺得其實不是 閱讀和我們的生活 其實距離也挺遠的 但想真一點 其實不是的 人的經驗一定是有限的 每個人的經歷 你一定不可能經歷完全部的事情 但是 我們不用親身經歷過所有事情 我們在閱讀的時候 正正在別人的經歷裡面 去代入和延伸我們的想像 我經常最喜歡用一個例子 就是 你不用吃泥漿曲奇 你也知道窮有多慘 我經常都跟同學這樣說 你想想 現實生活裡面 我們有很多限制 譬如 我們不會人人都有機會 去探索太空 登陸月球 是否等於我們 沒有可能知道太空是怎樣的 不是的 我們閱讀就可以知道 透過閱讀就可以知道 太空的面貌是怎樣的 又或者我們都沒有人見過恐龍 但為何恐龍書這麼受歡迎 為何有這個恐龍展覽的時候 大家又會去看 其實這個閱讀就是 很多時候我們經歷的限制 令我們接觸不到那些東西 閱讀正正就可以開闊我們這些空間 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可能性 所以我就會覺得 閱讀其實跟我們的生活 亦都是很貼近的 不知道你們的想法又是怎樣呢? 我也很同意 閱讀跟我們的生活很貼近 因為我覺得看書可以幫助我們 解決很多 我們在日常生活裡面遇到的疑難 甚至在我們不開心的時候 看書也可以幫我們放鬆 例如我很喜歡看作家君比的書 因為君比的書 大多數都跟青少年有這個關係 每當我有不開心的時候 我都會看君比的書 見到主角跟自己的經歷 息息相關的時候 都會有所感觸 同時都可以讓我反思到自己的生活 我也很同意 例如我喜歡手作留言的書 書裡面的手工又不是遙不可及 而是真正可以實踐出來 亦都可以應用在我的生活裡面 帶給人快樂 所以其實閱讀 真的跟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 只要我們細心去觀察 留意 會發現閱讀 無孔不入 無處不在 是的 所以我們也看到 例如剛才有提到 同學很喜歡和大自然有關的主題 這就是我們嘗試一下 可不可以把閱讀和我們的生活 有些連結 這就是我們看 以大自然為主題的一些閱讀活動 也會跟他們看一些文言篇章 或者看一些雜誌、電子書 那些都會跟同學一起去觀察 希望他們思考一下 土地和人的關係是怎樣呢? 其實如果你覺得閱讀和自己的距離是很接近的話 那你又會不會想想 平時日常生活裡面 有些什麼情況 或者有些什麼時候 我們其實都可以融入閱讀進去呢? 譬如這個田野考察 好像很厲害那樣 這塊田在哪裡呢? 就是在我們學校的 是的 我還記得那天 要帶同學一起去這個田園觀察的時候 大家都很興奮 很期待 後來我們還申請了一格仔的田 一尺半成一尺半的 就好像 來到一起去試試 我們又看看那些書 如何種植物 有些什麼技巧等等 我還記得我們種了16個蔥頭 希望種了16棵 到最後什麼都種不出來 是的 種了 但是這個 這個觀察 或者這個活動 其實也帶給我們很多聯想 也看了很多東西 看看其他人寫大自然的時候 到底他們會怎麼寫的呢? 又或者我們對於大自然有什麼想法呢? 譬如同學來連結自己個人的生活經驗 再寫出來 其實也寫得很感動的 我還記得有個同學寫了一棵木瓜樹 是一個受傷的樹 他寫的時候就連結到自己的個人經歷 就是成長裡面 也有很多不如意的時候 又或者處處碰壁 很多時候我們都會鼓勵他 你一定會遇到好東西 困難之後一定會有彩虹 但同學寫又不是 他寫 他寫 我好像面對這個困難未解決的時候 新的困難又出現了 原來同一個地方 我們去觀察的時候 大家的感悟都不一樣 又可以透過閱讀來看看 我是這樣寫的時候 別人又會怎樣寫呢? 還有很多 譬如我們想不明白的東西 又會怎樣呢? 我們其中一個活動 就是一起去做手工書 譬如我自己用四季寫了詩 寫在這本手工書上面 有些同學做了一些大自然的問題書 他就會寫一下 到底我對於大自然有什麼好奇呢? 或者是對於動物有什麼 譬如他們好奇什麼呢? 沙魚多久換一次牙? 樹紅的盲腸有多長? 問我這些問題 我不會回答的 但原來他們對這些東西有興趣 我們可以在閱讀大自然主題的時候 又會看到這些類型的作品 還有這次是我們做食物 主要是看一本書 叫做《為什麼狗是寵物?豬是食物》 就是人類與動物之間的道德難題 就是鼓勵同學去思考 平時我們都是吃肉多的 原來有很多同學都不喜歡吃菜的 那你又去思考一下 人與動物 以及大自然之間的關係 這次我們做了素菜米子卷 其實也希望有不同的活動 可以吸引到同學去思考一下 閱讀和你的生活 到底有什麼扣連呢? 好像丁丁都說了 閱讀是無孔不入,無處不在的 那你可否在日常生活中找到它出來呢? 除了在校園裡面 也會跟同學試試看 平時來學校最多 因為你上學 在學校以外 你又會找到什麼 與閱讀有關的呢? 譬如我們有年度出外景 去年我們帶了一些同學去樓上書店 叫做城市漫遊 也有去到一些探索社區裡面 一些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設施 留意一下那個地方的人是怎樣的呢? 有什麼物件? 有什麼獨特之處呢? 也會跟學校一些活動去連結 看到同學也會有很多思考 我又可否在閱讀裡面找到這些主題呢? 又或者譬如去書店 去書店 留意一下 我平時 如果同學自己去逛街 有多少人會去逛街的時候 特別去書店呢? 你會特意去書店 很少的 又或者 我問他們 有些次去書店之前 問他們 你覺得在書店裡面 要有什麼呢? 我當然是以為他們會回答書的 是嗎? 他們不是回答書 他們回答文具 對 要有文具和精品的 我又要思考一下 到底閱讀和他之間的關係是怎樣呢? 他覺得看書是有多重要的呢? 也可以乘機推介他們看一些 跟書有關的作品 又或者是跟文字有關的作品 也希望可以吸引同學去閱讀 甚至是分享 這些就是同學寫的一些閱讀分享 又或者是 丁丁的作品 也在這裡 有很多不同的文字上面 或者在圖畫上面的表達 其實都是希望同學 他們想到 如果你真的覺得 閱讀和你的生活 是這麼貼近的話 那 你自己可不可以 在日常生活裡面 找回這些閱讀的線索出來呢? 這個也是 我們說這條問題 為什麼這麼難回答 其實你想了之後 你會發現 原來不是的 我真的可以在裡面 找到一些自己有的經驗 或者在別人的經歷裡面 也找到一些相似的感受 我又想再問一下下一個問題 就是 我們其實有一個專欄 就是要推介圖書 丁丁和阿青都試過分享 不知道你們又覺得 要寫一個推介圖書的文章 最困難的地方是甚麼呢? 推介圖書就是希望同學 看到專欄之後 可以比較吸引 嘗試去閱讀 找到當中的樂趣 但是這個也是我認為 推介圖書最困難的 而我認為 社民推介圖書最困難之處 就是我們所分享的圖書 未必可以迎合所有人的口味 因為每個人喜歡圖書的類型 都有不同 所以就會很難作出取捨 而且要令到文章寫得有趣味 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是如果文章寫得不夠有趣 反而有時會變得很悶 所以就會很難吸引讀者去閱讀 所以究竟怎樣才可以寫一篇 吸引人閱讀 又引發人思考的閱讀分享 真的很令人傷腦筋 近年我們學校的圖書館 開始了一個叫上心閱讀的專欄 其實是歡迎同學自由投稿 同學也很好 有時他們看了覺得好看的書 他們都會真的願意和大家分享 除了文字之外 也可能是影片 圖書館 不同的方法 總之用你喜歡的方法 將你覺得好的書 推介給別人就可以了 我們收到的稿件 會在我們圖書館的 facebook專頁發布 也會把一兩年的作品 結集成為一個 叫上心閱讀的小冊子 除了校内发表原地之外 其实我们同时在一本《今日校园》的杂志里面 也有写一个专栏 就是逢双数月份就会刊登我们同学的作品 听完青和丁丁的困难之处 我的困难之处和他们有点不同 为什么呢? 就是我们有时收到很多同学的作品 我如何精选这些作品来 让他们除了在Facebook的原地发布之外 亦都可以在《今日校园》的杂志里面发布 还有要去发表的时候 有时要帮同学修改一些文字 那又如何保留原汁原味 修饰他们的文字呢? 其实这个也是要花点功夫的 因为如果把同学的作品改到面目全非 他自己都不认得原来这篇是我写的 我觉得失去了那个意义 所以对我来说 我的难点和他们有点不同 我反而觉得这些情况比较有挑战性 还有呢 有时收到一些稿件 原来都是偏向同一个主题 那别人会不会觉得很沉悶 或者很单调呢? 上一期好像也是介绍这些 今期也是介绍这些 会不会不太好呢? 那这些就是我去写的时候 会觉得有些面对到的一些难题 那大家在营光幕上面看到呢 都是一些同学的分享 和他们去介绍的作品 你看到呢 就是除了文字之外呢 其实很多时候有些同学 都会选择用图画来表达的 那这种自由表达的方式呢 反而都令到他们很享受 去推介图书的 那呢 除了这些之外呢 我又想八卦一下 不知道大家的阅读习惯是怎样的呢? 你是习惯看完一本书 再看另一本呢? 还是几本书会轮流地看呢? 我就习惯看完一本书 才看第二本的 就是专心看着我现在可能在看的书 因为看完整本书才会感觉舒畅 因为我有点点的强迫症 总是喜欢看完一本书 有一种由开始看到尾的感觉 比较完整 而我反而呢 就比较喜欢一次开很多本书来看 那因为有时候我觉得 如果只看一本书 我就会觉得很沉满 但是如果开了很多不同的书来看 我就可以随意挑选 我究竟想看哪一本了? 我呢 都是习惯同时看两三本书的 那反而不是经常 同一本书 由头看到尾 那我不知道大家的习惯是怎样的呢? 但是我就不是因为怕 一次过看完一本会很沉悶 所以就不会一次过看 是因为我把书放在不同的地方 例如一本放在家里 睡觉之前 或者有空无事的时候 又会拿来看看 另一本就放在我手袋里面 方便我乘搭车 上学放学 上班下班的时候看 一本就放在学校里面 吃饭的时候就可以看 因为五线的时间 我多数都要开馆 或者是和同学玩一些阅读活动 所以没有什么固定的吃饭时间 很多时候我吃饭的时候 我的朋友要么就已经吃完 要么就还没吃 我都要自己一个人吃 吃饭的时候我就可以 趁这个时间来看书 解一下闷了 每个人的阅读习惯 其实都不一样 到底哪一样是最好的呢? 我觉得没有一个答案 最重要的 反而是找到适合自己的 和自己觉得很舒适的阅读方式 才可以持久地培养阅读习惯 现在除了实体书之外 也会有电子书 不知道你们又觉得 电子书和实体书 你会喜欢哪一样东西多一点呢? 如果实体书和电子书比较 我个人就比较喜欢电子书 因为现在科技很发达 每个人都会有一部手提电话 所以看电子书上来都很方便 加上电子书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看 相反实体书 有时候我们都不会把书带出门口 有时候会觉得很重 但有时候又会不想带 所以就觉得电子书就会比较方便 然后我就觉得电子书和实体书都各有优点 不过我就会选实体书 因为我比较少接触电子书 而且实体书有一种把文字记读下来 有纪念的感觉 比较真实 电子书的确真的挺方便的 但相对于电子书来说 我还是比较喜欢实体书 因为我挺喜欢把书拿在手上 很有分量的感觉 而且摸到书纸的感觉 觉得很实在 如果是我自己买的书的话 我还会觉得 这里我适合和学生一起去看 又或者可以用来做读书会材料的地方 做个记号贴下它 然后贴上一张字条 写下一些自己的想法 一些想试下做的东西 令到那本书更加有独特的回忆 所以我偏向喜欢实体书 不过也说到电子书和实体书各有好处 其实两者都可以并存 我喜欢看电子书的时候就看电子书 喜欢实体书的时候就拿一本书上来看 不用淘汰某一种阅读方式 其实两种并存也挺好的 大家最近有看什么书? 我最近看一本书就叫做甜酸人生 是由作家罗乃圈所写的 这本书写到每个人的人生 其实都有甜酸苦辣四种味道 这些味道就是编写我们人生重要一环 如果缺少了其中一样 我们人生都会变得不一样 就变成一个不是一个完整的人生 而这本书有一个令我非常深刻的章字 就叫做心窗 每个人的心里面其实都有一个很秘密的心灵之窗 但每个人打开这个窗的方式都不同的 所以我们看到的东西其实都很截然不同 有些人看到的东西可能是一些很不开心的东西 但有些人看到的东西就反而是一些开心的东西 但其实这些线窗我们每个人都有 分别是在于我们打开这线窗的时候 我们抱着一个是什么的态度呢 如果我们抱着一个乐观的态度去开这线窗 或者我们看到的东西就会很不同了 虽然有时候我们都会有一些很不开心的时候 但我们不可以忘记的就是 其实在我们不开心的旁边 都会有一个希望之窗 所以只要我们抱着一个乐观积极的态度去面对每一天 我们的生活就可以变得不太一样 其实这本书还有很多很深刻的章节 以及令人很深思的内容 这些不单止可以让我们体验到人生的味道 更重要的就是可以让我们对自己的人生有所反思和感慨 所以都很值得大家去阅读的 而我最近就在看《海龟汤》 《海龟汤》是一种猜谜游戏来的 是由海龟素夫所编著的 一开始由出题者提出一个不完整的故事 让古人提问各种可能性的问题 而出题者解答这些问题 只可以答是不是 以及与此无关的这些答案 所以古人必须在有限的线索里面推出事情的始末 再由限定性的问答 去拼凑出故事的传谋 书里面就有120条题目 而且每一条题目都很有趣 可以令我动动头脑 例如电话声响起 拿起话筒的母亲杀了女儿 请说明 因为电话里面是扰人的电话推销员 打来的推销电话 所以母亲通常为了避开推销员的骚扰 就会说 我的女儿已经死了 所以只要电话声响起 拿起话筒的母亲 就会在言语上杀了她的女儿 以避过凡人的推销员的前妖 真的令人实在想不到的情节 不愧是丁丁说你最近迷上了这些猜迷的故事 原来这本书吸引了你 我相信 你们两个看的书的类型都很不同 我目前正在看的其中一本书 就是一个台湾的作品 叫做《当爱彼遗忘还祥》 是台湾作家韩良露的先生 朱全斌先生写的 这本书是她在太太离世之后 回忆两个人的爱情故事 一些生活细节等等的作品 在文字之间 其实也看到她对太太有很多的不捨得 这个生死相隔的确是令人很悲伤的 但幸好在文字之中 她也看到她并没有因此而很颓丧 因为她很相信她太太 永远都在她的心中 活在她的心里面 这种真切的爱 其实也令人很感动的 而我刚刚 我没有同时看几本书的 刚刚看完的另一本书 就是一个韩国的作品 叫做《容露》 同样也是一个很震撼心灵的作品 其实是我第二次看的了 不过两次看的 感觉也是很生气的 很憤慨的 那个憤慨一点也没有减少的 这个作品还有电影 也是看到很咬牙切齿的 其实这个作品是以真人真事 来做写作基础的 是一群聋雅智障的学童 在学校和院舍 遭受到一些掌权者 包括校长、老师、社监等等的 一些欺凌甚至是侵犯 但是投诉无门 不知道去哪里投诉 还有因为他们肢体的限制 有时就算去申诉 都未必得到信任 或者面对很多质疑 都是看到令人觉得很生气 有些人也会为他们的成长背景 家庭背景感到很无奈 都不知可以做什么好 所以有些小朋友 就要默默啞忍 有些甚至是因为忍受不住 去伤害自己的身体 甚至是牺牲了他们的性命 在书里面我们也看到有些人 是愿意去争取公义的 希望可以去申诉 为他们争取一些平反 但是也是令人看到很激烈的地方 就是这些愿意争取公义的人 去到不同的部门抗争 谁知道这些部门的负责人 可能因为权力 或者利益 地位等等 再三推卸责任 一再逃避责任 不愿意面对 这个又说不关他事 那个又说不关他事 我觉得简直是泯灭人性 这种简直是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 所以看到别人觉得很沉重 和很激烈 也为他们的遭遇 觉得很痛心 所以看的时候就会很激动 两本同时看的书 是很不同的 但你看的时候就投入了 在书的内容里面 我认为阅读就是这样 可以让我们开启很多的未知 满足我们的想象 有时安慰到我们的心灵 在我们不开心的时候 可以安抚我们 有时也让我们 因为别人的经历 而牵动我们自己的情绪 甚至就会想一下 如果是我自己的话 假如是我面对这些情况的时候 我会怎样去处理呢 我可以怎样做呢 去到尾声的时候 再问大家一条问题 你觉得我们没办法阅读 最大的阻碍 或者最大的阻难是什么 你怎样去克服这些困难 我觉得时间安排是最困难的 因为自己有参加不同的课学活动 再加上现在科技发达 人人都几乎拥有一部手机 我有时候都会因为 用手机而忽略了阅读 所以只要午餐有时间的时候 我都会去图书馆 选一些我喜欢的书题 而另外没办法享受阅读的原因 就是我比较难 要找到自己很喜欢的书 因为其实图书馆里面的书 都临朗沐木 选择都很多 但要找到一本自己 有感兴趣又适合自己的书 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所以很多时候 我都会去请教我的中文老师 他都会推荐很多 很好的文学作品 给我去阅读 另外有一阵时 我都会去借一些老师 在读书会 或者在阅读视像组会 分享的书 因为那些书都其实很负教义 意义和趣味性 可以让我更享受阅读 我很喜欢看书和写 所以我也不担心自己会放弃阅读和写作 不过我和丁丁一样 都觉得有一件事 很不容易解决 就是要分配时间 因为要在家庭工作上 取得平衡 已经充满挑战 很大的困难 同时还要兼顾阅读和写作的兴趣 所以就算有时我要压缩我的娱乐 也仍然可以透过阅读和写作 当作是一些放松的时间 当然现实就是这样 有时你真的时间紧逼 你迫于无奈 都要放下本书 放下支笔 但只是暂时放下 我们又不是完全放弃了这个 不是完全因为太压力 太有辛酸 所以就放弃了这两件事 但我相信这也是都市人面对的难题 大家时间也不够用 所以我们今天的讲题 就是《重拾阅读的初心》 相信大家本身也是喜欢看书的 只不过是因为种种的原因 被迫放慢我们阅读的步伐 我经常都跟同学说 其实也提醒自己 不要因为时间不够 或者有太多东西来放弃阅读 就算我们看得少 就算一天只看一页也好 你一年都看得到365页 比较一个不看的人 你已经看得到365页了 我都跟同学说 你在看的时候 你不用担心自己不看书 你只想想 你旁边的同学会看 他一天只看一页 一年都看得到365页 你计算一下数据 你就知道害怕了 慢慢积累下来 总比你完全不看 你一页也不去判断的话 其实是你自己的 我们今天谈了这么久 看来我们三个 无论在一些阅读习惯 还是选择书 或者在阅读喜好上 有相似的地方 也有不同的编号 我相信大家都是一样的 希望我们的分享 也可以让大家思考一下自己和阅读之间的关系 喜欢看书的就越来越喜欢 暂时因为各种原因 无奈要放下阅读的 也有重拾阅读的一天 很感谢大家今天耐心的聆听我们的分享 也很欢迎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到我们图书馆的Facebook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阅读活动 或者平时我们同学的图书 图书的分享 都可以在这里看得到 我们再次感谢大家来到这里 我将时间交给思怡 相信在座各位都重演讲 嘉宾身上获益良多 如果你们有任何问题想向嘉宾发问 欢迎提问 在场工作人员会给你一支咪咪 各位同学和老师 其实我的问题也有多少 我有六条问题问一问你们 但我简短的问题问一问 我本身有小孩 是不喜欢看书的人 为什么我会看你的讲座 因为我想看一看你们读书的心 都是怎样的 因为有人教我 如果说读书 即是看书的话 不要当读书 就是看书 当人的兴趣看的话 他的教育方法是 前面看一点点 后面再看一点点 再中间看一点点 可能你会对 看书或者读书的方法会好一点 让你多吸收一些知识 如果像我这样 我有读书 可能有些读书 或者看书的障碍 你不能够做一本书 去看下去 因为就算看下去 可能对自己的消化 或者对自己的语度 或者理解 不是那么多 那你们有没有什么方法 去令到读者 产生了一本书的兴趣 内容 吸收多少 都可以多少 另外一条问题 另外一条问题 就是说 如果我家里面对着很多书 想让自己打开心窗 如何看书 会比较好一些 第三条问题 就是说 因为自己看完 其实自己不知道自己 究竟看这个内容 很难看得一知半解 那用什么方法 可以令到自己 产生这种兴趣 如果自己看的题材 会不会浪费整半书 可能你买了一本书 可能你会看某些题材 你有兴趣看的 但可能也会浪费那本书 那最后一条问题 就是说 刚才看到你们说 有一些同学 可能会觉得 看书比较悶 你们有没有想过 比如让一些同学 参加一些阅读比赛 可能令到他们 可以增加到知识 我的问题已经会 谢谢你 好 谢谢你 有很丰富的问题 我希望 我不会答漏了 如果答漏了 请你提提我 我也怕自己没有记性 其实我听到其中一些提问 我都觉得 真的很有意思 为什么呢 因为在学校里面 其实有时候同学 都会问我这些问题 例如 比如刚才你提供的一个方法 就是我看看前面 看看中间 的确是有些人 喜欢用这种模式来看书 但刚才我们也分享到 其实每个人的阅读习惯 都很不同 有些人喜欢这种方式 比如他喜欢看头看尾看中间 其他那些未看的情节 如何制造出来 他就靠自己的想像 因为他很喜欢思考 他就会选择用这种方式 有些人说 我真的见字就头暈了 有些同学都是这样的 不要叫我看书 我看到那本书 我已经很害怕了 那怎么办呢 我会想 你喜欢看图画呢 你可不可以试试看图画呢 如果看图画的话 你可不可以透过阅读的 譬如维读 譬如维本 漫画里面 文字不多 但可不可以透过图画 和这些少量的文字 刺激你去思考呢 你去思考的时候 会不会想想 我对这东西比较有兴趣 那我就就着 我有兴趣的方向 来找不同的阅读的题材 其实也是在呼应你 另一个问题 就是我对于主题有兴趣 那我就专门选择那些书 来看 但会不会浪费呢 其实也不会浪费的 第一 你有兴趣的话 那也先满足了你自己的好奇心 第二 可能那本书我只看一次 然后又放在那里 好像很浪费 不要紧 你可以把它分享给其他人 分享给你的朋友也可以 可以 你把它飘书送给陌生人也可以 那也不会浪费 又可以解决了 那个堆积书的问题 因为空间有限 就算我们图书馆 你以为很多地方放书 其实你永远都觉得不够位 那又可以处理这个问题 还有阅读 有时候真的会有不明白的地方 无论是看书 甚至是看电视也好 或者看电视也好 我们也会有不明白的地方 这个不明白的地方 如果我们有一群 志同道合的朋友 可以一起商量 一起讨论 分享 那可能容易解开我们的疑难 但有时候又未必是 那么容易找到至最伤头的朋友 那我又可不可以在同类型的书里面 去找到 解答到 就是对读 来到同一个主题 不同的人 是会这样分享的 那可不可以在这些地方 上面找到答案呢 或者是 譬如我自己有时候也是 可不可以上网那里 找到一些人 有别人不同的说法 又可不可以 试试解开我一些疑难呢 比如说比赛 我们有时候也会有参加的 除了一些公开的比赛之外 学校里面也会自己 扮演一些小型的比赛 什么类型都有 你可能听起来 都会觉得 为什么会搞这些比赛 但是也会跟阅读有关系 就是我们的确有些同学 是很不喜欢看书的 甚至乎 我最初做图书馆这个纲位的时候 觉得 起码图书馆领袖生 一定喜欢看书的 谁知道也不是的 他们选择来做图书馆领袖生 是喜欢那个 调码机 那你去慧康就可以了 你用什么要来图书馆 又或者喜欢那个人数计 有什么办法 可以令到他觉得 其实阅读有时候都挺有趣的 什么比赛 我们连读书比赛都试过 你比赛快 你可以调到多少 所以各样的东西 其实都跟兴趣的关联 是很紧密的 可以尝试一下 如果你发现自己 对某一个主题有兴趣的时候 又觉得对长篇的文字 比较抗拒 不要介意看多些图画的 或者多些图画 少一些文字 自己思考多些 从这个方向来阅读 希望可以解答到你的问题 多谢你 有没有其他问题 我想请教一些特别的同学 你们的体验可能会对于 我是一个义工 我在过去的六年里面 我也探望着两个小朋友 由他们小学的一年级到二年级 大那个是女女 小的那个是儿子 我发现最初的三年 我是可以看到他们 都愿意一起去看书 但是 其实也是那个问题 到了四五年级开始 他们就有手机 他们就有游戏机 而妈妈是一个没有权威的家长 她没有办法跟她制定 她的手机的时间之类之类 于是就 核蚌倒了 就算今年我说 我给你一千元 你来买书 任你买 其实我也遇到 她会知道的 我想问你们 在你们实际的经验里面 你们愿意去看书 你的同学呢 我不知道 我只是接触了两三个小朋友 但是我会感觉到 来到他们说 就是 不能够让他们看书 是肯摆视的 到底 第一就是 什么能够 那些书可以攻入你 两位的心里面 以至到 你觉不觉得 你和那个大潮流是很不同的 还是 其实我看不到乐观 很多同学 都会被书吸引到的 就算是电子书也好 但其实他们可能会看 其他资讯 可能交朋友 可能其他东西 我想问 今天在学校的环境里面 你们有没有想到 你周围的人 就是 第一就是 你怎样被吸引得到 我想 借镜得到 那些 能够 将书 去 入到你的心的 那些方法 或者那些人物 而老师同样也是 那是 怎样去 在这样的洪流里面 其实可以看到 推广的阅读 争取他们的心 或者同学的心 其实我觉得看书 我们怎样会有兴趣 其实我觉得看书 也要从小去培养 就像我自身经历一样 如果 可能我小时候 可能都不喜欢看书 我就 我的爸爸妈妈都会说 陪我一起看 就是有些亲子阅读的时间 都可以给他们 多些有一个 从小就培养了这个阅读的兴趣 可能很小时候看一些 绘本 就是童话那些 但是慢慢就可以 给他们多一些字 那些 去给他们看 就培养了这个兴趣 但是可能去到四五年班 读书压力会多了 或者 功课多了的时候 可能没有很多时间 或者甚至有手提电话 会没有 就是不再喜欢看书 其实 都要看回家长 去 怎样 可能会给多些陪伴 都 就算都可以抽多些时间 跟他们一起 看多些书 其实 就好像我自身经验 就算 去到四五年班 我家人都会 尽量抽些时间 去 可能 有一些时间 一起去看书 或者在学校里面 都会 无论小学好 中学好 那些老师都会 有一些阅读的分享 或者有一些 不同的阅读活动给我们 都可以 令到我们知道 其实阅读 都不是一个很沉悶的事 其实在当中 都可以 学习到不同的知识 又或者 朋友之间 都可以 互相交流 分享 都可以 保持到一个阅读的习惯 或者可能 如果真的对阅读 没有兴趣的话 其实好像我 我小时候 都不会说 接触太多书 但可能 就会 接触了一些 汇本 漫画 然后可能 对阅读 刷出一个基础的 一个兴趣 或者如果你真的 不太喜欢的话 你都可以 可能选择一些散文 因为可能 比较短 可以 容易一些培养的兴趣 还有 我可能会选一些 可能好像 阿清那样说 君比 可能也有出一些 青少年的书 都可能 跟自身经历 有些关联的 可能 看到 跟自身经历 有些相似的事 的时候 都可能 看到这本书 的时候 会心一笑 可能对这本书 会产生的兴趣 可能 就是某方面的书 但不是 本书都喜欢的 但是 起码会有一个 喜欢阅读的习惯 很感谢你的提问 好 我其实听到你的提问的时候 我感受 都是很有共鸣 因为 虽然我未是一个家长 但是 在学校里面 也确有些情况 就是 同学们 是很沉迷一些电子产品 于是 完全不看书 那有什么办法 你说 要建立一个习惯 真的这么容易吗 是不是 而且 他是曾经 喜欢过看书 而被另一样东西 取代了 他心里更加 觉得 为什么会这样 很难去处理 又试过 不同的方法 就是 要跟他重新建立一个习惯 当然 很多时候都试过失败 但是可以分享一点 目前为止 也有少少成效 就是 例如 发现一些同学 就是 他很喜欢 他很喜欢打游戏 没有时间来看书 不够时间用了 那我可不可以 放一些少少的时间 可能一些很短很短的文章 又或者 例如 丁丁喜欢的猜迷 和一些 阅读的篇章 或者阅读的提问 等等 很短的 很少的 他可能五分钟之内 都会看得完 例如 我们在学校遇到的 就是五线时间 有空无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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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可能只是看一版 又或者只是说给他听 说了 我看到什么 但是 不说完全部 就 从这个 极微小的 碎片式 时间内 开始和他慢慢 再建立 但过程也挺漫长 和艰苦 尤其是他曾经有这个习惯 然后又要被推翻 但是发现 只要持久 也有少少的成效 也可以试试 好 谢谢你的提问 由于时间关系 给最后一条 我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很多时候 有空闲的时间 我们会去书局逛逛 如果我们去书局 有这么多选择的时候 我怎样可以在最短的时间 知道那本书是否适合我 因为我试过 我买过很多本书 原来令我失望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平时 就靠看书页的后面 可能有几句 或者是个目录 我想 这个题题好像也挺有趣 我于是买回去 但后来发现 原来不是那一回事 那我下次应该怎么选书呢 谢谢 那你会不会想和同学分享 还是时间关系 我回答也可以 好啊 好啊 这种经验我也有 有时候真的看完 我明明以为看了目录之后 都觉得 对我看了 这本一见钟情 所以就选择了这个作品 但有时候真的 都觉得回去看 又有点失望 于是后来我又怎样做呢 譬如有时候 我现在的工作 也常常都要去买书 有时候我就会按住 譬如 我最近看过那本书 觉得好看 是某一位作者寫的 我就试试去书店的时候 就找回这位作者 其他作品 看看会不会有兴趣 至少我看过他一本 我都觉得是好看的 也有点保证 这是其中一个方法 另外一个就是类型 譬如我自己喜欢看某一类的作品 我在目录中觉得 可能是小说 原宜故事 最近开始流行看这一种书 我看看这个又行不行 有时候我就会在买之前 又会上网看别人的书评 其他看过的人 对于这本书 有什么评论 有什么评价 希望可以帮到自己一点点 但有时候仍然会撞板 因为时间真的很有限 如果我站在那里看完那本书 那又怎么可能有这个情况呢 是的 很多时候就会听别人的介绍 上网找一些评论的资料 以及按照作者去找 谢谢你的提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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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是itan人 感谢观看